I'm not ashamed to all my Lord, nor to defend His cause Maintain the honors of His word, the glory of His cross 从第一次人口普杂到第二次人口普杂 优大营和以法典营的人口是如何变化的 你好,今天中文版的《走过圣经》将学习 明书记的第26章19到41节,并回答这个问题 下面我们先一起来念一下 优大的儿子是俄和尔兰 这俄和尔兰是在加兰地 按着加兔,优大其余的种子 属士拉的有士拉族,属法勒斯的有法勒斯族 属谢拉的有谢拉族 法勒斯的儿子属西斯伦的有西斯伦族 属哈姆勒的有哈姆勒族 这就是优大的各族 造他们中间被数的共有七万六千五百名 按着加族以撒加的种子 属陀拉的有陀拉族 属普瓦的有普瓦族 属亚述的有亚述族 属生伦的有生伦族 这就是以撒加的各族 造他们中间被数的共有六万四千三百名 按着加族西部伦的种子 属西列的有西列族 属乙伦的有乙伦族 属亚历的有亚历族 这就是西部伦的各族造他们中间被数的 共有六万五百名 按着加族约瑟的儿子 有马拉西与法兰 马拉西的种子 属麻吉的有麻吉族 麻吉生基列 属基列的有基列族 基列的种子 属伊伊蟹的有伊伊蟹族 属西列的有西列族 属亚斯列的有亚斯列族 属世间的有世间族 属世米达的有世米达族 属西佛的有西佛族 西佛的儿子 西罗夫亚没有儿子 只有女儿 西罗夫亚女儿的名字就是 马拉 罗阿 格拉 密加 德萨 这就是马拉西的各族 他们中间被数的 共有五万两千七百名 按着加族伊法兰的种子 属苏提拉的有苏提拉族 属比杰的有比杰族 属塔罕的有塔罕族 属提拉的种子 属伊兰的有伊兰族 这就是伊法兰子孙的各族 照他们中间被数的 共有三万两千五百名 按着加族 这都是约瑟的子孙 按着加族 遍雅兰的种子 属比拉的有比拉族 属亚士别的有亚士别族 属亚西兰的有亚西兰族 属苏房的有苏房族 属富房的有富房族 比拉的种子是亚勒乃曼 属亚勒的有亚勒族 属乃曼的有南曼族 按着加族 这就是遍雅兰的子孙 其中被数的共有四万五千六百名 那么我们知道 当以色列离开西赛半岛的时候 他们的能够参战的 战士总数为六十万三千五百五十人 如果说上帝祝福了他们 即使说地带会在旷野当中死去 你也会期望说 以色列的人口会增长的 但这并不是我们所看到的 在上一次课当中 我们看到了铝变银 就发现说铝变西面加的三个字派当中 他们能够减少了大约百万三十 而西面支派的能够甚至减少了百分六十三 我们注意到 在旷野流浪时期的三大判断当中 有两次都提到了铝变和西面的支派 这可能是造成 这个能够减少的一个部分的原因 从第十六章的内容当中 很容易会联想到说 当当时大地裂开 并且吞没可拉和反胖战士 整个可拉家族都被杀了 但是从民数据的第十六章十一节当中 清楚地表明可拉的孩子并没有死 这意味着他们没有参与他们父亲的叛状 那么为什么要提到这个呢 因为我们会在以后的历代字上 以及对诗篇的学习当中 再次看到可拉的孩子 其中有十一首的诗篇的标题中 有他们的名字 因此我们有必要知道 他们是幸存下来的 现在我们来看优大影帝 在第一次能够普查当中 优大之派有74,600能 西部伦有57,400能 以赛家有54,400能 那么在第二次能够普查之后 我们发现优大的能够增加到 76,500能 增加了大概2.5% 西部伦增加到60,500能 增加了5.4% 以赛家增加到了64,300能 增加了18.2% 也因此 优大影的总能口是增加到了 20,300能 总共增加了8%左右 优大影的能口在这个期间 是增加的而不是减少 那么现在我们接下来看到的是 以法莲的影帝 它包括以法莲、马拉西和汴亚民之派 在第一次能够普查当中 马拉西之派是这个影帝当中最小的 只有322,200名 但是在旷野游荡期间 马拉西之派的能数增加到了52,700能 增加了20,500能 大概是增加了64%左右 这意味着马拉西之派的增长率 是这一时期以色列纯净当中最高的 那么有一个名字我们需要特别注意 在第33节当中 那个名叫西罗夫亚 他没有儿子 只有5个女儿 那么为什么要注意这个人呢 因为在第27章当中会出现一个 关于产业继承的问题 这必须由神来处理 所以我们先把这个能记在当中 接下来我们看以法莲之派 那么在第一次能够普查当中 以法莲的能数为40,500能 然而在第二次能够普查之后 以法莲只剩下了325,500能 减少了8,000能左右 大概是减少19.8% 那么为什么我们也并不完全确定 尽管说在此期间有许多的瘟疫 可以解释这一点的 那么另外一个要注意的是 以法莲和马拉西在创世纪第48章当中 我们看到了雅各祝福的区别 如果你记得马拉西是约瑟的大儿子 而以法莲是小儿子 当雅各祝福他们的时候 给了以法莲更大的祝福 意味着他将成为两个人当中 更强大的一个 这可能也是真的 因为将成为以色列下一任的领袖 约书亚将是来自以法莲之派的 而且在以色列定居迦南之后的 前400年里 圣母一直位于以法莲的土地上 当然神也不会忘记马拉西 上帝赐福给马拉西 那么这里的能数比以法莲的还要多 马拉西将是唯一 拥有两块土地的一个之派 一块在约淡河的东边 一块在西边 因此虽然说马拉西可能并不比以法莲强大 但是他们也获得了更多的土地 下面我们来看汴亚棉之派 在第一次能够普查道中 汴亚棉有三万五千四百名 那么在第二次能够普查之后 汴亚棉有四万五千六百名 这增加的大概是一万两百名 大概是百分之二十八点八的增长 那么总体而言 在第二次能够普查之后 以法莲共有十三万八百名的 增加的大概是百分二十一 这意味着这将是以色列所有影帝当中 增幅最大的一个 好 今天我们的学习就先到这里了 我们将在明天回来继续接下来的学习 希望大家到时加入我们 再见 I am not ashamed to own my Lord nor to defend his cause maintain the honors of his word the glory of his cross